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八文操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下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一学习了色彩组合专用表 其中有这个攀通色卡的一个概念 还学习了这个在色相环中 30度时候为这个类似色,60度时候为临近色 我们需要同学们去记住这些概念 然后以至于在我们以后学习过程中 说到这些词语的时候,说两个颜色 哪两个颜色为护骨色,哪两个颜色为中叉色的时候 你能快速的反映出来 对于我们以后的配色工作呢,是一种帮助 那么从这点课开始呢,我们将要学习色彩系列 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和紫色,没有青 需要记住的就是红橙黄绿,蓝紫 这六种颜色呢,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和组合 对于我们一个刚接触平面设计 或者说刚接触色彩的东西来说呢,就足够了 有这六种颜色进行组合的变化呢,就完全可以应对你的设计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来学习这个红色 在这呢,有15种的红色 是比较基础的,比较常见,比较常用的 我们来记下它的名称,然后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颜色呢,是永固红 第二个颜色是绯红,主角红,阳红 虽然它们都归属于这个红色 但是在这个我们视觉上看,我们会区分的很明显 就是永固红和翡红呢,它的区分在肉眼上看并不大 但是你在印刷出来的时候呢,精准的印刷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会有差异 主角红和阳红,然后深红呢 看上去也很相似 在这的时候呢,你可以变换它的这个明度和饱和度 我们之前也在反复的在说这个概念 HSB,H呢就是色相,颜色本身的一个呈现的一个颜色 那么S呢就是饱和度 B最后呢就是一个明度 我们也可以通过调整 调整这个明度和饱和度 然后来产生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同的一个颜色 我们会发现色相并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它在这个区域 在它没有改变的这个区域 都属于一个红色的范围 红色的范围 即使是我们肉眼看上去 它很深,是这个 很深 但是它也是属于这个红色的范围内 会看,会看见在这个数值 H的数值,度数并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如果在这儿调的话 它每变一度是一个颜色 是这样的 你也可以去试一下 但是这些图片呢是老师在网上找的一些图片 去贴的一些图片 有时候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 但是今天呢我们需要学习到的一个知识点 就是你的色相并没有改变 那么在这个区域呢 你看它这个是零度的时候 因为这一块并没有改变 没有动 所以它这个色相是不会变的 就会固定到这个红色的这块 因为你的箭头是在这儿 红色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任由你这个明度和饱和度去改变 但是我的色相呢依然没有改变 我依然归属于这个红色的大阵营中 就这么回事 粉色 玫瑰粉 玫瑰红 覆盆紫色 覆盆紫色在这儿呢 我怕同学不太好理解 然后找了一张图在网上 这个是浙江产的一种煤 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它的命名呢 就是应该是提取出来的颜色呢 就是在这个画面中提取的 但是它具体 这应该是这个 覆盆紫 成熟了以后的一种颜色 那吸出来 用色帮吸出来 你可以吸出来 然后你再画一下 它们其实是很接近的 快捷键是i 然后你可以在这上面去吸 颜色是比较接近的 有声有强 因为太阳照射的时候 肯定是不一样的 它成熟的一个程度也不一样 好了 这个简单的就说到这儿 就红色 可可色 从这个可可豆上提取的颜色 赤褐色 巧克力色 这 我们再看到这个颜色的时候 那我们就清楚 它们原来是 都归属在这个红色的色相里面的 这些颜色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红色的意象和表现方式 所谓意象呢 就是当你想到它 最先进入你脑海的画面是什么 这个很好理解 你可以做一个实验 你看一样东西之后 然后你闭上眼 去想 想象它 然后 最先进入你脑袋里的 是一种什么样的 一个画面 这些意象呢 大部分来自自然和社会经验 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呢 个人的心理 私密的一些感受 那就是颜色对你造成了一个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对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然后你会对这些颜色 刻意的 有一些深刻 就像我们现在 南方地区呢 可能受到这个洪涝灾害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河水的时候 浑浊的 泛黄的这种河水的时候呢 对你以后的 在看见的时候 你可能会 产生这种恐惧 这就是说 颜色 带给你的一些 心理上的这些 暗示 源自自然的红色意象 那么太阳呢 就是温暖 触目 能量 触导 煽动性呢 火 就有这种煽动性 火呢 就是给人感觉呢 很热 很强烈 幽灵 幽灵 幽灵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晚上荒假野外 是吧 然后你突然看见地上 远处的树林 或者那儿燃起一堆火 还没有人 然后感觉 这会儿 找出的火焰 也是很恐怖的 幽灵的一种感觉 火月 兴奋 月动 这个都是 红色的一些 源于自然的一些 异乡 血呢 红色的生命 杀人鲜血 这是它延伸出来的 一些感觉和词汇 嘴唇呢 红色的是吧 诱惑女性 口红 玫瑰呢 也是红色的 象征着爱情 苹果呢 象征着收获 甜 辣椒呢 看到这个红色 一些做这个辣椒 或者说这种 穿椒包装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经常用这种红色 当然红色呢 它不是单调的 一种某一种固定的红色 它会用它的复色 去做 源自社会的红色意义上 歧视 革命 共产党 国旗 宗教 十字架 原罪牺牲 心脏 内心 爱 标记 等等这些 最重要的这个一点 在这儿呢 红色代表暂停危险 中止 其他我们都知道 上马路的时候 看这个红灯 红灯的时候 都知道去停止 然后在有修路的地段呢 它也会有这种红色的警示牌 所以红色呢 被经常拿来做这个路上的这些指示 向下看的时候呢 会看到这个图片 包括这个消防栓上这个红色 消防栓上这个红色 然后还有这个红绿灯 以及我们现在苹果手机上出现的这种提示 都是具有这种写目的作用 这就是源于社会的红色的一个印象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它有哪些的一个用法 红色呢 既有记忆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在之前老师有讲过 颜色都是有方面性的 它既有记忆的方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看我们去怎样的对它一个使用 与其考虑用其他颜色 怎么样对这个红色呢 进行一个组合 进行一个搭配呢 倒不如说是想想这个红色 在这个整幅一个作品中 想表现什么 如果想表现这个红色积极性的一面呢 最好大面积的使用泛红的大红色 或者明度较高的粉红色系列的颜色 我们关键地点 关键呢会在这儿看看这儿 泛红的大红色 泛红的大红色和明度较高的粉红色 记住这两个颜色 那么它所表达的这个颜色呢 要比百分之百的红色呢 更能表达温暖的感觉 所以温暖的感觉呢 可能是传达的更积极一面 而不是消极的一面 那我们相反的 如果我们想表达消极的一面 用一些什么样的红色呢 他在这儿也说了 老师在这儿也说了 有这个泛紫的红色比较好 泛紫的 就是我们刚才 也是西的这一个颜色 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个颜色 九红色 或者说你这个颜色再深一点 浮盆紫色 用这样的颜色 看上去很冷淡 然后很压抑 这样给人不自然 这时候呢 会产生一种消极的一些 东西出来 感觉出来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这些红色 在海报里的一些应用 或者是图片里的一些应用 会看到这个西安红色 西安红色 这个不是一部暴力的电影呢 反正就是一部恐怖的电影 国外嘛 在西方文化里 红色和黑色是恶魔的颜色 然后红色呢 本身也是容易躁动的一个颜色 暴动的一个颜色 血 如果他这张图片 如果用这个深红色 这个颜色呢 那有可能就是看上去会更恐怖 但这样呢 黑色与红色这样搭配呢 也很鲜明了 也很有这个视觉的冲击 像第二张这个海报呢 就都知道 分钟的小鸟 其中的这个主角 用这种灰色的这种背景 拉开画面的一个层次感 包括他脚步的这个阴影 然后和他这个 鸟嘴 红色的 也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组合 包括他这个 一个黑色的眉毛 这样的一个表情 看上去这种 很憨憨的这种感觉 然后会让人感觉 很放松 第三张我们都知道 这个大声归来的 其中的一个海报 然后大声披风的这一部分 也是不是用了一个 单纯的颜色 那如果用了一个 像这个画面的背景 背景的时候 用了一个这样的单色 那你突出不了这个 抖篷的这种 动感和层次感 是这样 我们中国题材的 一些题材的电影 大多数会选择这种红色 像这样的一个跟这个昏庆有关的一些设定的时候 画面的时候都会用这张这样的一个颜色 那么适当的一个添加数百色呢 也是让这个画面更透气 更有这种层次感 当我表现比较积极的一面的时候呢 我这个红色就没有那么重 当我们感觉这个画面很消极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能这个红色就会加重 这个也是我色彩带给我们的一些感觉 像这个 下面的这一张呢 就是红色和黄色这样的一个组合 在之前老师说过一个概念 你在衣服画面中的时候呢 你这个配色比例 你也不用使太多的颜色 太多颜色呢 如果你对这颜色 把握到特别恰当 特别显熟的时候 你当然你可以采用一些特别多的颜色 那如果说你还对这个色彩 属于这个实习的一个阶段 那么你完全没有必要 你用两种到三种颜色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的画面比较好调整 也比较好把控 颜色越多呢 你把握的越不准 我们之前说的一个配色比例 70%的主色调 25%的一个辅助色调 剩下的5%呢是点缀 那么在这个画面 在这个促销的一个画面上 可以看到红色呢 两种红色 深红 它相对于它颜色要重 深红 这种放射线 使你的画面呢更活跃 那么在 其他的这个红色呢 是大面积 占70% 整个画面的70% 那我们在这个黄色的部分呢 就占辅助色呢 占25% 那么剩下的其他这些蓝色呀黑色呀 以及白色的这些点装屋呢 占5% 这样的画面 既不显得很脏乱 而且呢又出来这种浓厚的促销 这种感觉很活跃 是这样 在这儿也说了 然后同学们也可以着重的记下这个红橙黄绿蓝子 我们会一次的讲这个红色橙色黄色 在这儿呢 是十二四样环 我们需要记住这六个颜色 就可以了 在这儿有一句话 希望同学们可以记住 红橙黄绿蓝子 色相相隔越远 对比越强烈 红色相绿色 它俩离的是最远的 在这儿 对比越强烈 离的越近 越柔和 我们说了 离的角度 是多少 像这儿 后五色的时候 我们视为180 180度 在我们上演课的时候 有讲过 然后你记住这些以后呢 然后最好控制 控制好画面的一个比例 就是老师刚才说的 70 25和5 下面呢 这个是红蓝搭配 然后我们最常见的这个 最经典的就是百事可乐 这样的一个冷暖结合 对比性比较强 对比性比较强 你看我这个红色和蓝色相差的是很远 然后产生的对比性也比较强 包括这些 像淘宝上促销的做的这些班纳 电招和海报等等 如果你用这个红蓝相配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加这种白色的 会显得你这个字也很显眼 是这样 今天所讲的呢 就是红色的 我们需要记住 红色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心理上的暗示 以及常见的这些红色 在我们以后的课程中呢 会应用 希望同学们 下雨之后呢 再好好的看一遍 那么这样就上到这里 在这呢 老师有一个配色手册 这个是一个红色系 在这呢 他也给了很多这个组合 包括你像华丽的时候呢 他给了这些参照的色块 在这上面这个是 我放大同学们看一下 上面这块呢 是RGB的数据 底下呢 是上面是CMYK 底下是RGB 这个配色表呢 将来老师会给大家 一个下载方式 然后在我们以后的 学习和应用中呢 也会使到很方便 那么这样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一个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